男人一把抓住女友头发 可他没有生气 反而无比享受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他的两个好友尽收眼底 一觉醒来 女人来到厨房 刚吃一口苹果 原来窗外正站着一个持枪的大胡子 再死死盯着他下身看 随后又走过来一个胖子 女人有点害怕急忙叫来男友 可男友居然直接打开大门 还热情地打着招呼 原来这两人是他兄弟 尽管女人对他们赤裸裸的目光有些不满 但看在男友面子上 最终没说什么 随后女人回屋去换衣服 不料大胡子竟直接跟了进来 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炽热的目光让女人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拿出一张名片要认识一下 并说他的男友出去办点事 现在别墅里只有他们 做什么没人知道 听他这么说 女人顿时有些范围 敷衍着想要离开 可他不管去哪 大胡子都跟着 还对他动手动脚 随后一个壁咚按住女人 突然门开了 胖子一边嚼着零食 一边盯着他们看 大胡子见他如此不识趣 恶狠狠地说 要么进来一起坐 要么就马上滚 见状 女人连忙用眼神向他求助 可胖子无动于衷 关上门走了 听着身后传来的求救声 胖子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打开电视机 将声音放到最大 随后在屋内反复踱步 很明显他的内心在挣扎 最终 他脱下外衣一头扎入水中 不想再理会这件事情 两个半小时后 男人回来了 他发现屋内氛围有些低沉 大胡子靠过来说 我们是好兄弟对吧 听到这话 男人瞬间懂了 他回到屋子 开始安抚女友 见女人一个劲地想回家 他转身出去 和大胡子吵了起来 等女人再次睁眼时 男友正坐在他的面前 还递了一张支票 让他随便写 女人这下明白了 男人就是个人渣 在他眼中 自己根本比不上兄弟重要 于是吵着闹着要离开 见他这样 男人也不装了 直接一巴掌扇过去 看着如此陌生的男友 女人害怕极了 于是趁他不注意跑了出去 屋内的两人看女人逃跑 愣了一下也瞬间反应过来 开始拼命地坠赶 很快 女人跑到一处悬崖 下面深不见底 男人见状 连忙好言安慰 说我让你回家 你快点回来 还掏出电话呼叫直升机 女人看他这么做 也放下了戒备 可下一秒 男友的动作让所有人惊住了 女人笨线 结果被男友的好兄弟 按在窗户上摩擦 本以为男友会替他出气 不曾想男人非但不管 还给了他一巴掌 让他继续伺候 识破男友的嘴脸 他决定分手回家 可男友不让 他只能出逃 结果慌不择路地跑到悬崖边上 这把男人吓坏了 连忙答应放他回家 并给他当场打电话叫直升机 看他这么说 女人放下了戒心 然而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还活着 但是枯树枝刺穿了他的肚子 将他挂了起来 流出的血滴在沙地上 一滴两滴 疼疼感阵阵袭来 在疯狂地折磨女人 可他不想死 于是望向了一侧的耳机 任着撕裂的剧痛 他把手伸了过去 拼尽全力终于够到了 随后再用他刮到打火机 拿来干草放在身下 用火点燃 火焰迅速升起 他终于掉下来了 可还没松口气 这里荒无人烟 显然是他的好男友来处理尸体了 为了活命 他拼尽最后的力气 一点一点地爬到敲壁底下 利用视野盲区躲过了追查 而看着尸体不见 三人慌了 这要是被人救走了 他们全都玩完 于是急忙驾车向山下开去 而小美听到汽车引擎声 她明白 在这里和等死没什么两样 于是开始自救 夜晚很快降临 三个男人来到山下 看着血迹 很快明白女人 躲在视野盲区的把戏 连忙跟着地上血迹追去 准备杀人灭口 他们知道 女人身受重伤 根本跑不远 可追着追着线索断了 原来他为了躲避追杀 跳入了湖中 三人见状决定分头行动 另一边 女人捂着伤口在水中前行 突然他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 于是赶紧钻入水中 等汽车离去才浮了出来 艰难的上岸 他意外发现前方有光亮 看那个人影 正是追杀他的胖子 又看到一旁的枪 女人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趁胖子放水 直接举枪威慑 胖子见状无比害怕 疯狂地求饶 但女人又怎么会放过他 果断扣动扳机 胖子哈哈大笑 说我怎么会傻到身旁 放一柄上糖的枪 女人这才明白他上当了 随后胖子一拳将他打进水中 把他当作玩物 不断地蹂躏戏血 崩乱间 女人摸到他腰上的匕首 狠狠地扎在了他的头上 成功反杀 由于不知道剩下两人的位置 再加上自己伤势严重 他急忙收拾好胖子的东西 驾驶摩托迅速逃离 很快他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 简单数了一下物品后 他决定要尽快处理肚子里的树脂 女人腹部被树脂穿透 为了自救 他吃下一粒止痛药 借着药劲 活生生地把树脂拔了出来 看着血流不止的腹部 他用匕首将啤酒罐切开 随后在火上烧到通红 朝着自己肚子狠狠地按了上去 瞬间白烟四起 女人也因为失血过多运了过去 当再次睁眼时 已经到中午了 他拿起狙击枪 是要为自己报仇 另一边 男人和大胡子在湖中 发现了泡到发白的胖子 他们知道 再找不到女人 一切全完了 随后男人狠狠地 给了大胡子一拳 要不是他上头 胖子也不会惨死 随后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显然 他们根本没把女人当回事 而女人呢 他正一直拿着望远镜 环顾四周 突然一到闪光 他知道那个位置有人 果然几分过后 一辆吉普使了出来 确认无误 正是追杀自己的大胡子 于是他果断跑到高处 架起大局 就在大胡子给汽车加油时 扣动了把架 直打到大胡子肩膀 他也被后座力击飞出去 再次起身时 他发现大胡子不见了 于是拿起枪 来到车边查看 随后顺着血迹一路追赶 突然血迹不见了 正在他疑惑时 大胡子已经在山腰上膛 绕到身后 准备将他击毙 可他肩膀受伤 用不上力 手一直在剧烈抖动 直打到了女人的耳朵 看他在身后偷袭 女人明白 硬实力他不是对手 于是转身就跑 打碎手电 将玻璃扔在地上 大胡子着急击毙他 一边开枪一边追 丝毫没注意脚下 就这样直接踩了上去 等他缓过字时 人已经没了踪影 看追不到 他骂骂咧咧地回到车内 准备开车撞死他 但他低估了女人的毅力 他已经在路径上架好枪 这次不会玩了 而男友看大胡子 一直没有回应 他害怕了 回到别墅打电话 呼叫直升机接他 然而女人已经杀到了 至此女人拿下三杀 完成了复仇